8月14日 鸿海第二季获利2.53元营业利益年增率44% 作者 贝大 今天鸿海开出第二季财报 本业盈利跌破眼镜的好 也许会有人说 伟创 广达 营业达等AI概念股开的都比鸿海好 甚至觉得代工厂的人保及核硕也比鸿海好 我只能和大家说 很多事情是预期心理的 9天前工业复联忽然开了一个快报 发布了上半年的获利 工业复联上半年营业收入2660.9亿元 人民币 夏同 年增28.6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4亿元 年增22.04% 这看似是还不错 但工业复联第一季营收人民币1186.8亿元 约薪台币5364亿元 年增12.09% 利润增幅跑营营收增长 净利润人民币41.8亿元 约薪台币189亿元 年增33.7% 这样就能算出工业复联第二季营收1474亿 获利45.54亿 营收年增46% 获利仅增12.91% 鸿海第二季营收比去年增加2500亿 光工业复联营收就增加了2183亿 这10栋工业复联及鸿海关系的外资群 法人 主力 专业投资人 他们就会认为AI伺服器对鸿海本业贡献极度可笑 营收大增46% 结果获利才增12% 接着美超微也开出狠鸟的财报 再之后微营也开出普通的财报 从8月5日开始 外资群就打心里认为AI伺服器这鸟东西 根本对AI概念股本业获利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就是一场吹牛的骗局 8月2日到8月8日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鸿海25万张 这就是对AI伺服器贡献获利的失望 同时市场又在纳传GB200延迟三个月 直到广达开出第二季财报 营收年增26.5% 营业利率年增34.7% 市场就惊觉是不是过度看空所有的AI概念股 所以隔天所有AI概念股就全部反弹 接着伪创开出第二季财报 营收年增15.8% 营业利率年增62.2% 市场就会觉得会不会是AI概念股有的好即有的坏 所以就继续反弹 昨天营业达开出营收年增18% 营业利率年增76% 连带工厂的人保及合硕税后获利也大增 今天鸿海在反弹 因为开完工业复联 美超围 围影后 外资群及法人觉得AI伺服器不能让公司本业盈利增加 看到广达 伪创 营业达后 他们渐渐地改变自己想法 今天鸿海持续反弹到185.5元 第二季营收年增18.86% 营业利率年增44.23% 今天鸿海开出的本业获利 等于就是推翻了工业复联开出的财报 外资群也会从鸿海AI伺服器不赚钱的想法 转成营收年增18.86% 本业营收能增44.23% 之后AI产业高年复成长 鸿海的营收会持续年增 这还没有包括GD200 那之后鸿海岂不飞上天 很搞笑的事事 上一周我们看鸿海及保股权分布 从3月多以来千张超级大户买的70万张 已经全部卖掉了 他们看到工业复联第二季财报后 以为AI伺服器无法为鸿海大幅增加获利 结果今天开出后 结果是可以大幅增加鸿海获利 但这些外资群手上的股票都卖掉了 有一些还反手放空 接下来做多的大摩 小摩就继续拉台 让瑞盈 高盛 卖格力 美龄认错回补空单 还有买回原本持股 不论这些外资群及主力怎么玩 只要他们想要买鸿海 时间只要一拉长 股价之后的趋势一定就是会慢慢上涨的 也许这些外资群会在那演戏 在那耍剑的买来卖去 但我们只要确定AI伺服器 能让鸿海本业产生很大的获利 而且GB200如预期的出货 接下来就是看那些外资群及主力 进到鸿海中恶狗抢食了 鸿海发言人乌俊逸今天下午表示 与辉达合作的人工智慧AI伺服器GB200 将如期在第四季小量出货 预估2025年第一季开始放量 不存在地盐出货的问题 鸿海人会是第一家和第一批出货的厂商 鸿海下午举行线上法人说明会 由于董事长刘洋伟另有药物出国 由发言人乌俊逸和财务长黄德才说明 法人高度关注内建 辉达GB200晶片的AI伺服器是否地盐出货 乌俊逸说明 GB200伺服器将如期在第四季出货 不存在延迟问题 预期明年第一季开始逐步放量 乌俊逸表示 鸿海集团正在开发的AI伺服器产品 均按照进度进行 在晶片模组供应 与上下游厂商密切联系并掌握讯息 整体伺服器供应链结构并未改变 订单配比没有变化 鸿海会是第一家和第一批出货GB200伺服器的厂商 观察鸿海旗下四大产品第二季营收比重 消费智能产品占整体40% 云端网络产品占32% 电脑终端产品占21% 原件及其他产品占7% 其中 仅消费智能产品呈现持平 其余三大产品皆呈现强劲的计对计 年对年成长 优于公司预期 鸿海发言人乌俊逸表示 第二季受贿与AI需求强劲 推升集团营收冲高 表现不但优于预期 并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获利方面也在传统淡季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也完成鸿海董事长刘洋伟所说的获利及大化目标 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展望后世 吴俊逸表示 第三季进入传统旺季 将呈现强劲的季对季 年对年成长表现 预期下半年逐季成长 全年维持双位数年成长目标不变 鸿海去年11月预期今年持平 不过到了今年3月后看到订单能见度良好 5月又更好 目前订单能见度也增强 从鸿海四大产品类别来看 吴俊逸指出 在消费智能产品方面 鸿海已经开始为新产品做准备 预期第三季将较上一季强劲成长 云端网络产品得益于AI伺服器营收持续加温 相较于上季 季对季 年对年将有显著成长 电脑终端产品因机器较高 顾略为衰退 但年对年仍会有显著成长 第二季AI概念股鸿海 广达 伟创 英业达财报都开完了 确定就是营收增加一两成 获利会增四到七成 这个趋势只要确定后 我们就能确定AI伺服器确实是能让公司获利增加 之前外资群及法人看到工业复联 美超围 围影财报就开枪 后面证实就是错的 接下来AI产业年负成长率很高 AI概念股营收会持续地增加 本业获利也会大幅度地增加 之前市场一直在纳传GB200会延迟出货的鬼故事 今天鸿海在法说会上也说GB200会如期出货 本来瑞银 高盛 美玲 卖格里看到工业复联营收大增46% 获利财增12% 就在纳看衰鸿海 现在鸿海开出本业营收增18.8% 本业盈利大增44.23% 等于就是打脸那些看衰鸿海的外资群 法人及主力 当初那些外资群及主力卖鸿海卖得有多狠 之后回补的就有多用力 瑞银原本看好AI伺服器能带动红海获利大增 结果半路看到工业复联而转弯 现在又看到红海第二季开出的财报 估计现在已经枯昏在厕所了 有一些人会觉得红海第二季最终获利2.53元不好 会这样说的散户就是嫩 之前我有和大家说过 去年第一季夏普做重大资产减损 红海任列了200亿的亏损 这些属于贬值的资产 红海家大业大的 既然有贬值的资产 自然就有增值的资产 去年第二季红海就在业外中的 其他利益及损失这项 去处分土地 厂房 机器 设备 还有一些投资收入 合计赚了76亿 让整个业外大赚了167.8亿 今年第一季夏普一样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红海任列了100亿 比2023年第一季少了100亿 去年红海本业营收才309亿 因为没有AI伺服器的加持 所以需要卖一些增值的资产 今年第二季红海业外财37.95亿 比去年第二季少了130亿 这里就差了0.75元 这种一次性的获利 这对外资群 法人 专业投资来说没啥意义 比较专业的投资者看的是一个趋势 也就是AI产业年负成长性很高 每年营收会成长超过四成 专业的投资人要看增加的这四成营收 会对本业获利有多大的影响 第二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结果发现第二季AI概念股营收都是增加约两成 获利增加四到七成 只要确定这一样 之后AI产业年负成长很好 AI概念股营收一直增加 获利就会增加得更快 这才是专业投资人在乎的 那种一次性的获利 就是要去把增值的资产卖掉 充其量就是仅能拿来应急一下 就是当下普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打消不值钱的资产 鸿海在用升值的资产去补 毕竟鸿海是真的能透过营运去产生这么多的获利 当然就会用升值的资产去补贬值的资产 看得懂我说的这些话后 你就会知道未来外资群 主力及法人会积极地回头买鸿海 因为他们看完工业复联财报后 以为AI营收对获利没贡献 后面看到广达 伪创 营业达及鸿海开完后 发觉原来有贡献 而且贡献得很大 之后每一季 每一年AI伺服器营收越来越大 时间只要一拉长 能贡献的获利就会变得很惊人 大家按赞并留言 AI伺服器能让AI概念股营收增两成 获利增加三到七成 时间只要一拉长到一年 三年 五年甚至是七年 高负荷成长率下的获利会非常惊人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鸿海第二季获利2.53元 营业力一年增44% 2.电子代工厂7月营收 及第二季财报情况 3.鸿海的挥达AI伺服器GB200延迟出货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48.99亿 投信买超台股44.22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74.05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219.16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2685口 期货留仓空单33209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7076口 今天台股成交4105.87亿 上涨230.68点 涨幅1.06% 收在22,027.25点 电子上涨12.39点 涨幅1.06% 收在1,175.86点 金融上涨25.73点 涨幅1.28% 收在2,043.27点 最近外资群在台股 会是有买及有卖的情况 不会像之前这样常常在大卖 会这样的原因也很好懂 外资群买到的5000到6000亿 他们已经卖掉了5000多亿 手上就升一2000亿 所谓的外资群是一群 也就是说 大陆份的外资群都已经卖光了手上持股 现在手上很多钱 当然就是买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 现在外资群想要拿手上2000亿去把指数打下去 那就是以卵及时 台股已经连续上涨了几天了 也就是波段反弹了2000多点 对很多散户来说 他们的自信心又开始越来越强健了 当你赚越多钱 你自然就越不怕下跌 之前台股下跌了4000多点 很多人都以兔回获利三成多 有的则是赔两三成 这时投资人心里面压力自然很大 最近台股开了一堆好的财报 有基本面当基地 很投资人的信心就会变更强 红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9874张 第二名的是瑞银 买了5185张 第三名的是港商法新 买了3778张 第四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2473张 第五名是富邦 买了2305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美龄 卖了11136张 第二名的是凯基台北 卖了2791张 第三名的是凯基 卖了1795张 第四名是赵丰南门 卖了1200张 第五名的是赵丰鹿港 卖了1151张 昨天我和大家说 红海会涨到8月2日时的位阶 也就是186.5元整理 然后开出第二季财报 昨天核硕 人保及英业达开出好的第二季财报 等于就是让外资群及主力 不敢太看空红海 昨天我说如果我是大摩及小摩 我今天一定会去拉抬股价 然后让瑞银认输 因为只要我把股价拉抬到186.5元看财报 只要财报超级亮眼 股价一定就是会上季线 及月线的194元 今天大摩及小摩确定 就是和我想的一样 直接去拉抬红海股价 今天港商法新有买3778张助威 比较有趣的是瑞银 今天真的就跪下来买回 不敢去赌第二季红海财报不好 今天比较白目的是美龄 昨天短线获利了结后 觉得自己今天可以来个短空 结果红海第二季财报开出营业利益446.04亿元 即增达21.37% 年增达44.23% 有一些不懂的散户会去看红海第二季获利 会觉得2.53元没有很好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AI伺服器刚开始 只要稍微专业一点的外资群 主力或投资人 他们一定知道第二季红海获利不会大爆发 昨天我和大家说第二季会介于2.5到2.7元 就是红海要不要去处分一些土地 厂房 机器 设备 投资获利等 红海去处分这些投资获利 然后把第二季做到3元 这对外资群 主力及专业投资人来说没啥意义 今天比较专业的人就是看两件事 以示AI伺服器是不是能真的对红海本业获利造成正面的影响 二是GB200是否真的会延迟出货3个月 如果红海第二季一样去处分了80亿的土地 厂房 机器 设备 投资获利 然后让第二季获利来到3元 这种处分的获利仅是一次 第一季夏普认列重大资产减损 红海要认列100亿的亏损 红海只要在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处分个80到100亿 用资产升值去补贬值的资产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去年第三季红海获利3.11元 第四季获利3.83元 这两季获利是夸张的高 红海目前还不确定AI手机 AI PC是否能带来这么大的获利 毕竟苹果手机9月开卖 现在市场虽然看好 但卖得怎样 要等到开卖才会知道 所以处分获利就保留到第三季及第四季 让接下来两季一样能做到获利年增 对外资群 主力及专业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在乎的是长期能一直赚 而且要成长的获利 所以他们很在乎AI伺服器让营收增加 是不是能让盈利增加 第二季AI概念股的盈利 都是开出大增的局势 红海的第二季盈利也是年对年大增44% 这就打破了工业复联第二季营收大增49% 获利仅小增12%的利空 大部分的外资群 法人 主力 专业投资者 他们看到工业复联营收增加49% 结果获利才增12% 一定会对红海AI伺服器产生疑虑的 结果今天红海开出第二季营收增18.96% 盈利大增44.23% 很多外资群及主力看到今天红海这结果 一定是会争者把卖出的红海买回的 第二个重点就是GB200出货是否顺利 红海说一切如预期的进行 第四季小量出货 明年大量出货 未来如果还有新闻 媒体说延迟 你就直接在他们头上贴一个弱字 如果你连红海法说会上说的都不信 那你干脆就不要投资了 很多低级投机客就是买了较多 卖了较空 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今天红海开出本业盈利好 GB200如预期出货 这就会让外资群加速买回之前卖出的股票 今天红海上涨4.5元 股价收在185.5元 红海股价近四个交易日上涨 合计上涨22元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短时间内外资群 投信 自营商卖这么多股票 一定会让红海股价超跌 之后只要外资群少卖一点股价就会上涨 小买一点也会上涨 最近这四个交易日就是外资群少卖一些及小买一些 另一方面也是收到大盘 台积电站回了8月5日大跌1807点前的位阶 广达 伟创 英业达 和硕 人保开出第二季好的财报助阵 今天红海股价才能收在185.5元 也就是大跌1807点前的位阶 外资群今天买超红海14246张 昨天我就有说过 如果我是大摩及小摩 我一定会利用英业达 人保及和说好的第二季财报 今天再拉抬股价 逼瑞银 高胜认输 瑞银已经卖掉了手上6万张持股 又放空了4万张 现在压力一定比山大 之前瑞银看好红海的理由 未来会成为杀死瑞银的理由 我常和大家说 你要中长限价值投资的话 你就不要在那买来卖去 不然你很有可能会在某一次的股价波动中被洗出去 如果你被洗出场就算了 最怕就是做错了还反着趋势去做 瑞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明明之前极度看好红海 结果红海股价从234.5元跌到160元 瑞银就像是被鬼打到一样 拼命的一直卖 平均卖在168元 瑞银自己都没有看一下自己卖的位阶 差不多在股价净值比1.5倍左右 这让我想起2020年时的麦格力 她也是因为看错 再卖了几万张股票均价在74元卖到72元 结果麦格力就以为自己是老大 就拼命的在72元狂卖 合计卖了5万多张 最终红海股价跌到70元 股价跌不破就是跌不破 每多久红海股价就从70元一路涨到88元 这一次瑞银差不多也会是这样的下场 今天红海开出的第二季财报 等于就是打破了工业复联营收增49% 获利仅增12%的迷思 大部分的外资群会想 工业复联是红海旗下做云端网路的 也就是AI伺服器的 红海第二季营收比去年增加2000多亿 完全就是增加在工业复联上 结果工业复联第二季财经可怜的多赚27亿元 这还是把有利台币算进去才有这么高 瑞银大概就是这时候以为自己掌握了黑桃 觉得别人都不懂 只有她最懂 她觉得第二季红海营收增2000多亿 而且都是AI伺服器 结果获利才增加20几亿 瑞银觉得自己放空一定是稳赢的 了不起就是撑到红海开完财报后 里面的散户 外资群 法人及主力就会向她跪下来 大家看富途 对瑞银来说 工业复联营收增加49.62% 获利才增15.78% 获利增加27.74亿 所以瑞银会去估第二季红海本业盈利351.6亿 最好的情况仅会是388.56亿 瑞银觉得自己是专业的 掌握了先机 结果今天红海本业盈利开出446亿 大家有看到距离有多远了吧 第二季红海盈利增加44.23% 所以红海第二季财报对的起营收增49.62% 盈利增加44.23% 瑞银瞬间王牌的黑桃A 现在变梅花三了 瑞银原本会想 最近挥大传出Gb200延迟三个月出货 这就会让红海获利爆发的时间往后往一到明年 瑞银觉得只要趁着第二季红海很烂的财报开出后 接着王思黎打 之后就能开始减失 结果没有想到红海说Gb200按照预期的时间表出货 第四季小量出货 明年大量出货 等于瑞银的王牌都没了 剩下的就仅剩瑞银当初很看好的理由 也就是AI伺服器会让红海本业获利大增 Gb200会让本业盈利爆炸性成长 确实瑞银看的是正确的 但就是因为过程中自作聪明 看到工业复联财报后 觉得自己掌握了先机 手上有黑桃A 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 当瑞银卖了手上6万张后 心中一定会觉得 怎么红海中的散户都这么愚蠢 这么简单工业复联财报不会看你 觉得自己是有受过专业训练 看得懂财报 也推得出红海第二季财报会很烂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我和大家说 昨晚我拿2022年第二季 工业复联财报和2024年第二季相比 记得在2022年第二季时 我也是看完工业复联财报后 觉得2022年第二季 红海财报会很差 结果开出来跌破我的眼镜 我和瑞银最大不同的点在于 我不会在那买来卖去的玩短线 也不会认为掌握了这些资讯 就能先高卖低买好轻松 所以那时我就算看错了 我手上还是欧印红海 也没有卖股票 更不用说放空红海 这就是我和瑞银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次红海开出第二季的财报 会让很多看得懂工业复联 及红海关系的人跌破眼镜 以今天红海在法说会上公布的 本业获利增44.23% 及GB200如期出货 这会让之前卖出红海的 外资群及主力加速回来补货 目前散户的成本大概在194元 外资群及主力可能未来 就是会在180到220元 去骗散户手上的股票 一般来说 应该是在200元时能骗到一些股票 毕竟散户是套牢能报永远 解套马上卖 200元卖的话 散户能大赚5元差价 昨天深夜我有发了一天文章 比较2022年第二季 及2024年第四季的获利情况 大家可以看 2022年红海第二季营收15,098亿 工业复联营收5,334亿 获利156.48亿 毛利率6.27% 结果红海毛利率6.4% 营业净利443.4亿 那时的台币是29.4元 2024年第二季鸿海营收15,518亿 工业复联营收6,582亿 毛利率6% 获利203.56亿 这两季鸿海及工业复联营收 及比例是不是很像呢 重点工业复联是2024年第二季 还比2022年第二季 获利增加47亿 所以说鸿海明天开出毛利率会比较差 那也不一定 2022年第二季因为没有第一季下谱 做重大资产减损 所以业外也不会努力的追赶 仅来到26亿 如果2024年第二季 和2022年第二季一样的情况 鸿海明天毛利率说不定 还能高过2023年第二季6.41% 一样达到三绿三升 2024年想要做到盈利率升级 获利提升很简单 有手就行了 想要做到毛利率升 那就要和2022年第二季 一模一样的情况 想要鸿海第二季获利出现 令人掉下巴的好 业外收入一定要高过100亿 大家才有机会掉下巴 今天鸿海开出第二季财报 毛利率6.42% 盈利率2.88% 净利率2.28% 就和我昨晚说的一模一样 鸿海2024年第二季财报 就和2022年第二季情况是相同的 工业妇联营收突然大增 毛利率下降 但鸿海第二季毛利率开出来 却是6.4% 之所以我会去比2022年第二季 供妇联的财报 那是因为我在鸿海五年多了 当初2022年第二季时 我也是有看到工业妇联第二季营收大增 毛利率不好 然后就认为第二季鸿海毛利率不好 结果2022年第二季鸿海开出6.4%的毛利率 比工业妇联6.26%好 今年第二季工业妇联的营收更多 来到6582亿 比2022年第二季的5334亿更高 鸿海2024年第二季 及2022年第二季营收差不多都是1.5兆 所以毛利率6%的占更多 可以去平均掉更多低于6%的营收 最终就是开出第二季毛利率6.42% 盈利利446亿 比2022年第二季盈利443.4亿高 昨晚我就说过 去年第二季鸿海其他利益及损失中 处分了不动产 厂房 机器 设备及投资获利 合计赚了76.7亿 这是为了去补2023年第一季下谱 打消无形资产去做的处分 也就是我说的 用升值的资产去补贬值的资产 在2022年第二季 不动产 厂房 机器 设备及投资获利仅有10亿 这样和2023年就差了66.7亿 这样就差了0.38元了 所以鸿海想要让2024年第二季获利 来到2.91元的话 那就去处分不动产 厂房 机器 设备及投资获利就能达成了 但是鸿海第二季获利2.53元 已经比去年第二季2.38元高了 就没有必要去做处分不动产 厂房 机器 设备及投资获利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去年鸿海第三季赚3.11元 第四季赚3.83元 鸿海铁定是会让第三季 及第四季做到年对年成长 目前还不确定AI手机及AIPC 是否会带动换机潮 保守一点的话 就是把处分不动产 厂房 机器 设备及投资获利放到第三季 及第四季再做 今年第一季夏普打销五行资产 鸿海要任列100亿亏损 仅是去年200亿的一半 所以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要处分不动产 厂房 机器 设备及投资获利的金额也会减少 核硕第二季营收2537.15亿元 寄增1.3% 年减9.6% 毛利率4.6% 寄增0.4% 年增0.8% 营业利益29.36亿元 寄减2.9% 年减3.8% 盈益率1.2% 与手季持平 年增0.1% 人保第二季营收2372.09亿元 寄增19% 年减3% 毛利率5% 寄增0.1% 年增0.7% 盈益率1.7% 寄增0.3% 年增0.6% 税后净利28.81亿元 寄增52% 年增38% 每股盈于0.66元 应业达第二季财报 第二季营收1541.59亿元 寄增18.12% 年增17.99% 毛利率5.03% 寄减0.24% 年增0.42% 盈益率1.69% 寄增0.05% 年增0.56% 税后净利18.11亿元 寄增66.3% 年增30.25% 每股盈于0.5元 广达第二季营收达3099.54亿元 寄增19.7% 年增26.5% 毛利率8.58% 寄增0.1% 年增0.06% 盈益率则为4.91% 寄增0.39% 年增0.3% 税后存益151.28亿元 寄增25.4% 年增达49.4% 每股税后存益为3.92元 未创第二季营收2402.07亿元 寄增0.4% 年增15.8% 毛利率8.4% 寄增1.2% 年增0.8% 盈益率3.6% 寄增0.7% 年增1% 税后存益44.12亿元 寄增25.2% 年增35.4% 每股存益1.55元 新闻说 电子代工7月营收全出炉 事况 展望一次看 全球四伏器市场在资料中心 AI等多方拉台下 持续朝正向发展 而台链代工厂鸿海 音叶达 广达 伟创 人宝等都提前投入布局 并随着供应链缺料缓解 整体事况也逐渐好转 其中 又以音叶达及鸿海的单月表现最为亮眼 各自创下历史新高以及同期新高记录 1.音叶达近日公布7月合并营收555.33亿元 月增9% 年增32.8% 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合并今年前7个月营收达3401.98亿元 年增16.2% 超出市场原先预期数值 展望未来 内部看好 今年营运表现有望达到逐渐成长 其中 旗下伺服器的出货表现也将持续成长 有望达到积极成长的夹击 未来展望 对此 音叶达墨西哥华雷斯新厂已于7月下旬落成 并成功为期新增一整条伺服器与车用电子产线 就近服务北美客户 也将自今年起实质易助营收成长 而下半年与辉达合作的Blackwell系列产品 也即将正式启动 展望未来 有望助音叶达全年伺服器整体出货量达到年增20%的佳基 二 鸿海近日已公布2024年7月营收为5724亿元 月增16.63% 年增21.98% 为历年同期新高 该公司今年前7个月营收为3.44兆元 年增6.54% 为历年同期新高 其中消费智能产品类别 元件及其他产品类别越对越强劲成长 电脑终端产品类别越对越显著成长 云端网路产品类别越对越越略持平表现 展望未来 鸿海表示 AI伺服器产品需求高于预期 整体出货的能见度将有望优于先前预期 此外 鸿海强调 基于目前已经进入下半年望季期间 营运将逐渐加温 展望第三季营运将会有计增及年增的表现 三代工大厂广达公布7月合并营收1242.63亿元 月增11.6% 年增43% 成年月双增态势 单月营收表现不仅连续三个月维持向上成长 也代表广达已正式坐稳千亿大观的规模 而合并累计前7个月营收达6931.57亿元 年增15.9% 也冲上全年最高点 展望未来 预估在AI伺服器的持续出货之下 其整体成长的脚步也将会越发加速 未来展望 展望市场发展 广达资深副总经理纪云达总经理杨麒麟日前也透露 下半年将会迎来相当旺盛的情况 今年很大部分成长的部分都聚焦在AI伺服器 而董事长林百里则也看好 广达在2024年将能成AI的大风 破除万难继续向前 继续坐上龙头宝座 四 伟创已公布7月单月合并营收861.9亿元 月减2.9% 年增27.3% 表现处在市场水准之上 合并前7月营收达5654.49亿元 年增约16.3% 营收表现虽较上月微幅下滑 但仍绞出近半年的第三高水准 表现亮眼 伟创近年积极布局发展AI领域 同时拿下辉达AMD Intel的代工订单 带动整体涨势飙升 而伟创也被市场被点名为防御性AI概念股 吸引投资人关注 未来展望 对此 伟创则预计于12日发布第二季财报 而受到兼末期限制 管理层面对未来展望仅简短表示 相较于第二季 第三季笔电出货 渴望持平或小幅成长 桌机出货将计增双位数百分比 显示器则未持平 AI伺服器出货计增双位数百分比 通用型伺服器出货 则将计对计持平 5、代工大厂人保已公布7月营收为764.4亿元 月减7.5% 年减9.9% 累计前7个月合并营收为5132.2亿元 年减幅度达4.6% 虽然人保单月营收表现略微下滑 不过市场普遍仍维持乐观看法 其中 投信节至上周五已连续或押宝买超长达7个交易日 总章数约达1.5万张 而同日外资也同步买超达1682张 也带动股价收复30元关卡 后市表现引发关注 未来展望 据悉 人保7月PC出货表现达到250万台 岁月减16.66% 年减24.24% 不过近年人保积极冲刺多角化布局 整体表现仍可期待 至于公司则预计13日召开董事会通过第二季财报 而营运团队当天也将参加外资举办的法人说明会 预期将聚焦下半年AIPC展望与伺服器业务接洽的最新进展 今天鸿海开出第二季法说会 盈利年增44.23% 和其他电子代工厂一样的亮眼 营业达盈利年增76% 广达盈利年增34.7% 合硕盈利年减3.8% 伪创盈利年增62.2% 从电子代工厂股可以得知 有AI伺服器的营业利益都大幅度的年增 这代表了AI伺服器确实能带动公司获利的增加 现在AI伺服器才是刚开始的阶段 本业盈利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 他们根本不在乎第二季这些公司是多赚0.2元还是1元 这不是很重要 他们看的是一个趋势 也就是AI伺服器是否能对公司本业盈利产生大幅度的贡献 如果可以的话 未来AI产业持续发展 年负成长率很大 那AI概念股的获利就会越来越高 第二季我们看完鸿海、英业达、广达及伪创的本业盈利后 就能确定AI伺服器对这些公司获利确实是有贡献 而且是全面的提升 这也符合之前我说的 一开始AI伺服器还在蓝海阶段 所有的公司都能产生获利的增加 这是外资群在第二季各家AI概念股中能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这个因素外 另一个对鸿海很大的因素就是GB200是否会延迟出货 鸿海法说会GB200延迟出货吗? 鸿海表示 如期第四季小量出货 市场传出挥达Blackware绘图处理器延迟出货 对此 鸿海14日在法说会上回应 GB200伺服器将如期在今年第四季小量出货 明年大量出货 且订单配比并无变化 鸿海一定是第一批出货厂商 法人关注 GB200伺服器出货进度是否会延迟呢? 对此 鸿海发言人吴俊逸指出 目前开发AI伺服器产品进度如期进行 会持续关注GPU供应状况 生产端已做好量产前准备 不论生产时成变化 鸿海还是会第一批生产的厂商 目前预计今年第四季小量生产GB200伺服器 明年大量出货 吴俊逸强调 GB200伺服器将如期在第四季出货 且订单配比并无变化 鸿海一定是第一批出货厂商 他说明 上半年AI伺服器占整体伺服器业务营收比重已超过四成 就算GB200时成有变 对鸿海AI伺服器展望也影响不大 目前来看 今年AI伺服器营收还是强劲增长 鸿海维持逐迹成长态势 此外 吴俊逸表示 以现有产品来看 回答H100 H200晶片相关AI伺服器产品是带动 今年上半年营运增长主因 现在来看 H系列需求也比之前还好 鸿海集团第二季AI伺服器营收 即增超过六成 占整体伺服器营收占比达到四成以上 鸿海结合云与网的能力 成为目前唯一具备完整AI供应链垂直整合能力的供应商 推移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乌俊逸表示 预期AI伺服器的强劲需求会持续 维持AI伺服器将贡献 今年伺服器全年营收四成的看法不变 同时 已经看到不同类型的客户 对于新一代AI机柜解决方案的强劲需求 预期将会为鸿海2025年的伺服器营收带来显著贡献 相信AI伺服器很快可以成为鸿海下一个兆元营收的产品 A大回答 之前外资群及主力在杀AI概念股时 就是以GB200会延迟三个月为理由 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看到工业复联第二季营收大增 获利增加不如预期 美超为财报横尿 为影财报普通 接着外资群及主力就一直卖 每天卖 卖不停 后面广达开出第一季亮眼财报 外资群及主力才意识到原来AI伺服器不一定获利不好 接着伪创在开好的财报 认错的外资群及主力就更多了 昨天英叶达也开出好的财报 台湾AI概念股每一家开的都不错 就连带工厂的人保及核硕也开的很好 今天又有新的外资群及主力认错 鸿海下午开出第二季财报 毛利率高达6.42% 让原本一些看工业复联毛利率 然后觉得鸿海毛利率会很差的人跌破眼镜 如美龄、瑞银之类的外资群 鸿海第二季本业获利很亮眼 因为本业获利太亮眼了 所以第二季鸿海就不去做处分厂房 土地、设备、机器、投资等增加获利 所以第二季鸿海业外就仅有37.95亿 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 鸿海如果第二季把业外做得和去年第二季一样 也就是167.8亿 也就是处分厂房、土地、设备、机器、投资等增加获利 这样鸿海第二季确实能赚到3元左右 但这种一次性的获利 这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鸿海股价从105元涨到185元 外资群及主力看的绝对不会是处分业外 然后多赚个0.3到0.5元 外资群及主力看的一定就是 AI伺服器是否能对本业获利造成有利的贡献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是 AI产业年负成长很大 如果一开始鸿海卖了AI伺服器 结果本业获利增加一点点而已 那之后AI伺服器营收增加 那对本业获利贡献也不大 所以这一次AI概念股开完第二季财报后 我可以把广达、伟创、营业达、鸿海的营业利益做一个比较 大家应该要知道营业利益就是卖产品 赚到的毛利 然后在扣营业成本后得到的获利 只要这一项获利大增 代表了AI伺服器对AI概念股的贡献很大 而且这种获利是会持续的 更重要的是会随着高度年负成长而增加 这才是外资群及主力看重的 一季多赚0.5元 下一季能因为AI伺服器多赚0.7元 再下一季因为AI伺服器多赚1元 几年下来后获利就会很可观 这一次AI概念股开完第二季财报后 就能确定AI伺服器对AI概念股的贡献 当初瑞银、美玲、高盛及麦格力 他们可能是因为看到工业妇联营收大增 结果获利没有大增 就在那看摔鸿海 今天鸿海开出毛利率6.42% 等于就是让这些外资群跌破眼镜 再加上前一阵子市场在谣传GB200会延迟三个月出货 身为最主要供货GB200的鸿海来说就是一个利空 结果今天鸿海法说会上说到 GB200会如期出货 也就是第四季小量出货 明年大量出货 所以现在的鸿海又回到外资群卖超几十万张钱的情况了 卖超的外资群及主力接下来就要去烦恼 要怎么去回不卖出的鸿海股票 至少是有六十几万张的买盘 有一些散户看到鸿海第二季获利2.53元 觉得没有很好 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外资群及主力的想法 他们要的不会是第二季鸿海多个0.3元或0.5元的获利 他们要的就是未来AI伺服器真的能带动获利 GB200要能如期出货 几年后鸿海的获利会爆发到12元 14元 16元 18元 20元之类的 外资群是知道AI伺服器年负成长性很大 只要外资群确定AI伺服器能带给公司获利的增加 这样就足够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快点 河海沙巴河海沙巴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助理人乐请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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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